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在台鐵新左營站 可以看到左右兩部電梯同時都在運作 左邊的電梯門打開了 裡面的客人可以進進出出 但是右邊的電梯門 只能夠打開五到十公分 可以說是故障完全打不開 那裡面的乘客 趕緊是打電話報警 警方一來到了現場 發現到門持續的開開關關 但是軌道似乎完全卡住打不開 擔心裡面總共有五名的乘客 可能會太悶熱 第一時間還搬來了水冷的循環扇 來幫電梯內保持通風 後來只等到消防隊抵達 把整個門撐開 才救出裡面五名受困的旅客 沒有人受傷 他們總共在裡面 被困了大概四十分鐘左右 台鐵表示目前電梯故障的原因 還要進一步的來維修釐清 但是如果民眾再次遇到電視情況的話 可以立刻打110來通報 就會有人立刻來協助處理 以上是來自高雄的現場情況 時間鏡頭交還棚內主播